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在这里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面前这款变压器 这个变压器的容量是2500个千伏安的 输入的电压有点特殊 我们这个是发到越南去的 输入电压是33kV的 输出的电压是400V的 这款变压器是干式变压器 我们这个线权是红色的 是滑养胶柱的 一边灌树子的过程当中 一边还在抽真空 树子浇灌完了以后 继续抽真空 要保持两个小时 没有气泡出来了以后 才停止抽真空 停止抽真空以后 我们再有两个小时的加压 就让气泡全部出来 不能保存在线圈里面 这样就保证了我们变压器出来以后 急步放电量比较小 一般我们的急步放电量都是在10PC以内的 然后这里这个地方是高压抽头 变换档位的 我们总共是五个档位 五个档位 这里有个盖子 盖子上盖起来的 但是这个盖子这里有个标志 二到三连接这个地方是代表一档 三到四代表是第二档 四到五代表的是三档 五到六是四档 六到七是五档 总共是五个档位 因为我们这个电压比较高 你看这个绝缘子 这个绝缘子的长度的话都是三百多毫米 变压器程式的耐压的话 高压测试70KV 然后这个是三角形结发的 这连接片的话 对线圈的距离都是标准的 三百五十毫米 这样的话才能保证它 承受我们的耐压不至于大肩短路 我们另外还要装风机的 这底下 你看这里有孔 这里是后面要装风机的 风机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当我们变压器不负载的时候 温度就会升高 温度升高以后 我们风机就要自动的启动 降温 这样的话就保证我们变压器能 更好的负载运行 就可以过载 我们变压器的使用寿命的话 30年左右可以正常使用的话 还原胶注有个什么样的好处呢 就是可以在条件比较恶劣的地方使用 比方说潮湿度比较大 污染 程度比较大的地方 使用都没有问题 还有这种还原胶注的 还有个什么好处呢 就是线圈的机械强度比较大 整体承受突破短路 承受能力都比较强 这种结构就比较紧凑 这个是本色 这个是学原胶 在高压线圈之间的 这样就增大我们高压线圈之间 这个爬电距离 这样的话电压器性能就会更好一些 我们这些硅钢片采用这种加持的结构 你看我们这个草钢用矩管的 矩形管的这么大 这样的加进我们这个体型的话 噪音就会比较小 我们电压器的噪音的一般是50分贝左右 这个你看相间距离 相间距离这个距离有70毫米左右吧 这个相间距离这么大就保证了 我们那个相间电压不会击穿 今天我就暂时给大家讲到这里